看一下這個雲端易碟的特色 我們剛講過如果你只是把它當作什麼 當作隨身碟 那還真的不大夠看 因為15G而已 好只有15G 那麼你可以看到 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在這邊 雲端碟第一個當然就是共享檔案最方便 尤其我們大概順便問一下 請問我們如果你是用郵件的方式傳附件 附件的上限是多大 附件 用那個Email的部分 10Mbps 大部分是10到20Mbps左右 這個中間可能看那個 那Google的Gmail好像是20 所以你超過20箱就寄不出去了 寄不出去了 那我們現在難免有時候會比較大 所以第一個方式應該是大家比較常用比較沒有問題的 請問它最大到多大你知道嗎 單一檔案 5G喔 你小看它的 如果你們家有付費的話 到這裡 5TB 欸我們現在不是從Mb對不對 Mega 對不對 再來是什麼 G G再上去咧 就是T 那你了解齁 所以單一檔案可以那麼 但是應該沒有人分享那麼大的 因為光下載就要下載很久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它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你放在雲端硬碟應該是這樣講 你不管放在你的電腦裡面或是雲端硬碟上 真的建議各位可以試試看看 那麼在雲端硬碟上 它支援什麼 全文解鎖 也就是說不只你的檔案名稱 你的文件的內容也會被它找到 尤其是因為我們公機關大多數是以Office為止 所以Office裡面OK 還有一個 它連圖片也可以辨識喔 圖片裡面文字它也可以辨識 甚至怎麼樣 壓縮檔裡面 還有什麼PDF 這些都有 所以這是它很不錯的地方 那這裡有一個 我沒有給人家分開 因為它還有很重要的功能在這裡 叫做修訂版本 平常各位如果檔案你是刪掉的話 刪掉的話 假設你沒有 就是還在垃圾桶裡面 你可以救了 對不對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呢 今天如果你是 檔案還在喔 你不是檔案刪掉 而是說怎麼樣 我改錯了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可能 我這個版本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簡報 我改一個啊 這個字我刪掉了 而且又存檔又關閉了 請問你會怎麼辦 蛤 個人造業個人蛋 哈哈哈哈 你自己給我拍照 不要自己想辦法復原 對吧 但是呢其實在雲端硬碟上 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有修訂版本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我今天 我今天這個 我修改錯了 你先不用難過 你回去找它的版本紀錄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比如說我昨天改的 或什麼時候改的 是什麼樣的情形 你就會隨時回覆到那個過去 這樣了解嗎 這樣才會比較好用 對不對 那另外呢 這個 它還可以做什麼 線上的這些檢視 也就是說 即使我就是分享檔案 可是呢 我可以在線上 就直接檢視這些內容 Office的 最沒有問題了 因為直接就可以在上面先看 那麼如果你是像 類似像我們 ZIP啦 這種壓縮檔的 它也可以直接 不用解壓縮 就直接進到裡面就可以看到壓縮檔的內容 這樣我會比較確認說 壓縮檔內容有沒有問題 不用說下載下來才怎麼樣 才去看 那當然 像這些圖檔的部分也OK 影片圖片 這個都沒有問題 這樣了解 好 那麼最後呢 這裡還有一個 是什麼 就是 我們的 它上面還有很多的什麼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那這個應用程式呢 就看各位 有什麼需要 比如說 欸 像 剛剛提到這一個 我們常常會跟別人共用對不對 共用檔案 我分享給你 可是 各位 那個分享 有沒有 有時候你就忘記了 或者有些檔案我分享給你的 那 我就怎麼樣 我跟你講 時間到了 有沒有看過那個Mission impossible 對不對 時間到了就自動銷毀啊 平常我們 用的越多的 你的漏洞會越多嘛 所以漏洞越多就是說 欸我常常這裡分享 那你分享那你分享 是不是就亂掉了 你也搞不清楚 你到底曾經跟人家分享過哪去 就是這樣 可能就是 對方收到 我就趕快把它怎麼樣 就把它 刪掉也好 或者我就不共用的 這樣不是比較安全嗎 你不要 不共用的 就一直還跟人家分享 那所以呢 這時候就可以利用 這些所謂的 線上應用程式 那線上應用程式裡面 我們 如果大家有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會介紹一個 自動銷毀 自動銷毀 就是我分享給你 好時間 時間到的時候 就怎麼樣 不分享了 或是自動就把它刪掉 這樣以防萬一嘛 以防萬一嘛 如果你覺得說 這是比較機密資料 就是我傳給你這樣 就OK了 這樣就可以 這樣你了解了嗎 那麼 當然因為 雲端硬碟 其實Google還希望把它打造成一個什麼 雲端的Office 對不對 所以其實雖然它沒有辦法像 微軟的Office 比如說 各位比較常用Word Excel 那麼樣的格式那麼多 但是其實你看下面這個就是什麼 有沒有雲端的簡報 對不對 這是Google簡報啊 一樣可以用啊 你不一定一定要用到什麼 太多複雜的功能嘛 可是你看我們可不可以在裡面直接加入影片 也可以啊 一樣可以這樣用的 所以這個是 在雲端硬碟的一些特色先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喔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